被称为月球狙击手的日本月球探测器SLEEM 日本当地时间周六零点二十分 在月球表面成功实现软着陆 日本成为继苏联 美国 印度等国之后 第五个将太空船送上月球的国家 感动了 时间已经停止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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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表示 从追踪数据看 SLEEM着陆时距离目标地点仅有100米 实现了精准着陆 并称这种着陆技术对于人类探索月表水源等 有着极大帮助 不过JAXA同时表示 也许是角度问题 SLEEM着陆后 其太阳能板无法发电 而探测器上的电池仅仅能维持几个小时 因此将SLEEM现有的数据传回地球 变成了当务之急 JAXA的工作人员 希望日后太阳照射角度的变化 能够帮助太阳能板恢复工作 SLEEM探测器于去年9月 由H-2A火箭发射升空 并于12月进入环月轨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